该教主诸事时短 在话诗断书 这个话就是教化众生的字业 时间就断书 众生难遇 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诸事 八十年 从此于教学教化众生的事情 真是非常勤奋 一天都没休息 经上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去度假了 没看到 天天在教学 一天不中断了 教了四十九年 这是做个我们看的 虽然四十九年没中断 时间还是很短促 如果释迦牟尼佛无量寿 那我们今天不是也能够亲近到他吗 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献无量寿呢 他能献呢 他不是不能的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 根性 太烈了 如果佛要真实现长寿了 我们把佛会看成神仙 那他不是人 我们也不敢跟他说 那神仙我们是凡夫 怎么能够学得到呢 所以他的视线 跟我们人一样 佛出世那个时候 人的寿命 平均寿命 大概是一百岁 这是佛法里面讲 节 小节 有这种计算法 小节是 人寿最短的时候十岁 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这就到头了 从八万四千岁呢 每一百年减一岁 再减到十岁 这一正一节 叫一个小节 二十个小节 是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 是一个大节 这是佛法里面 计算时间的单位 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 是我们人 人的寿命在减节的时候 一百岁 那么一百年减一岁 佛灭度到今年 三千零三十七年 一百年减一岁 那就减三十岁 所以现在人寿命 平均七十岁 平均七十岁 所以古人有所谓 人生七十岁 古来西 这将平均年龄 这个是这样算法的 所以世尊 世线的 真的是任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 并说之量 佛没有意思 要住世长短 众生 鸡感不想通 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访问一下 我访问一下 我访问一下